台北市日朝協会会长永景四郎和台北市日朝工商会会长前田就阳 今天下午在台北市日本券业银行举行记者会的时候指出 他们热切地期待日本政府等有关方面 能够充分地考虑到中日关系 采取各种绝无错误的方策 他们指出他们在台湾的时间 能够跟中华民国各界都维持到非常友好的关系 并且他们也顺利地推荐了他们的业务 同时中华民国新人的发展也使他们感到非常的喜悦